男演心急情緒靠在親友肩上哭了起來 立委陳玉珍也陪同家屬瞭解情況 十七號中午金門一名二十五歲 胡姓男子和四十歲 無姓謝民出海釣魚 一次因為遇到大霧迷航 被中國海警救起 但遲遲沒有返臺 二十二號國台辦表示 會先將無姓男子先送回金門 對此立委陳玉珍也趕回金門 準備前往碼頭接返無姓釣客 先趕回來看說趕快聯繫相關單位 不過我剛剛瞭解 有的單位都還沒有得到這個訊息 那應該還在這個 應該是福建那邊還在做相關的聯絡 有啦 我打電話 有有有打電話回來報平安 雖然有報平安 但家屬坦言沒看到人 晚上還是會焦慮到睡不著 根據國台辦記者會表示 胡姓男子為臺灣軍方現役軍人 需要進一步何時瞭解 暫時扣留不放人 會先將非軍人身分的無姓男子返回 但就在接人的前一刻 中方傳來海上天候不佳的訊息 打消晚間送人的決定 經過白天兩次時間點落空 昨天晚間又傳來最新消息 雙發會在二十三號早上九點多 在近江海域辦理交接作業 期待這次能順利進行